其實颱風駕它並不是一個駕 就是從法律的定義上來講 它不是一個駕 所以它是一個 它算是一個 安全措施 對 安全措施 沒錯 颱風不是每個颱風都有很大的降雨量 對不對 沒錯 這要看它的外圍環流雲系 跟本身的環流雲系 看它的雲系結構 對 而且要看它來台灣的時候 它有四個象限 你要看哪個象限 魚比較強 所以通常颱風來襲的時候 不見得台灣會風強雨大 因為它可能最大的風雨 都是落在海面上 所以其實雖然路徑都雷同 但是對台灣的影響都不同 怎麼了 你換個白色衣服去站那裡 我的答案是A 順利 因為其實颱風架它並不是一個降 就是從 它不是一個降 所以它不是一個降 所以它不是一個降 它算是一個 安全措施 對 安全措施 沒錯 沒錯 這就是答案 請介紹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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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同的企業有不一樣的福利 但是基本上來講 颱風架這件事情 如果你已經是休假在家了 那企業就可以不支薪給你 因為你並沒有提供一個相應的勞務 但是如果老闆要求你要來上班 那它就是要付你薪水 可是不用給加班費 那如果本來你的工作性值 就是居家上班 放了颱風架 你在家裡頭照常上班的話 它也不用給加班費 就是正常的給付薪水 因為颱風架 本來就是為了保護人身安全 才讓你不用出門的 颱風架來臨 請問切草時期的人 他們會用什麼特別植物的生長情形 來預測當年有幾個颱風 A 樹木 B 草 我的答案是 V吧 草 鎖地 你明明想選樹 為什麼不選啊 你有沒有知道 我大你一輪我怎麼不知道 你有點想要選樹 因為想說 樹可能 比較給預測颱風 可能開了那些樹輪 還是用算命的 還是說 樹的風向 可能知道說去年還是 它有沒有被吹倒過 還講樹長得很 最近都很矮 代表去年颱風很多 今年應該就沒什麼颱風了這樣 我的想法 草那麼短一下就死掉 根本很難預測 你草根本 長沒有幾天就死掉了 很難預測 可是這塊 覺得 事情應該不是像我想的 這麼簡單 風吹草眼啊 請介紹 這是根據台灣福祉圖的記載喔 其實要看這個當年呢 會不會有這個颱風的話呢 他們就在春季的時候呢 土藩他們會 當時他們的記載 稱我們當時的原住民呢 稱之為是土藩 但是他們會說 會利用風草來 預測天后狀況 只要每年春季的時候呢 觀看這個剛萌芽的風草的頁面 上面的折皺 就可以看得出來喔 如果呢 這個頁面上沒有折皺的話呢 代表這一年都不用怕有颱風了 最大風速每秒超過 17.2公尺的熱帶風暴 在東亞地區我們稱為颱風 在澳洲稱作什麼 A 必搖 B 威劣 威劣 C 颱風 漂亮 好題目 他秤的時間很多耶 兩分多耶 兩分半耶 對 兩分鐘囉 我選 我的選擇是 C 颱風 請鎖定 我第一個刪掉的就是他 第一個刪掉 我也是第一個刪掉的 就刪掉颱風 颱風是美國的選擇 對啊 猜碧瑤的舉手 一個 兩個 三個 漂亮 威劣 威劣 兩個 第一次 妳為什麼不舉 我覺得這好難喔 碧瑤聽起來很像 東南亞的名字 可能跟越南有關那種感覺 碧瑤好像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 可能威劣 威劣吧 可能 妳猜威劣 比較洋派 妳猜颱風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妳說這一題是陷阱題 妳說這一題是高難度 妳說這一題 我沒有說高難度 妳說這一題就是 我說台風是我們的好朋友 妳出這題要稍微刁難妳一下 我沒有說她就現在很一樣 但我也很怕 我很怕一來就九宮格鬥答對 以後這節目怎麼做這樣 真的 我講錯了嗎 我真的妳不用煩惱 妳用這樣的方式去掩飾 妳的尷尬其實是沒有用的 還好有一點 還好有一點 連您都這樣講 是澳洲的稱呼嗎 熱帶風暴在澳洲到底叫什麼 請介紹 威劣 正確答案就是威劣威劣 雖然說的都是熱帶風暴 但是各個地區的講法都各不相同 像是我們看到在東亞地區說的是颱風 在加勒比海地區說的就是颱風 而在澳洲說的是威劣威劣 那菲律賓土人他們稱之為碧窯 而在印度洋的這個區塊 我們稱之為熱帶氣旋 雖然說法不一樣 但是說的都是這種狂風暴雨的現象 請問歷史上第一個被命名的台風 是叫什麼女生英文名字 A 愛麗絲 B 溫妮 C 瑪莉 我的答案是C 瑪莉亞 請說你 你是猜的還是知道 猜的 但是我覺得可能 西方人他們可能在命名的時候 可能會想到 宗教相關的東西 你認為它跟基督教有關 什麼聖母瑪莉亞之類的 我怕有這個B 你這個B嗎 威尼 威尼 風啊 威尼 對 覺得他答對的舉手 你認為是瑪莉亞的舉手 兩隻 認為是愛麗絲的舉手 兩隻 三隻 好 只有我一個選Winnie 不要 你說說看 常喔 好 愛麗絲因為A開頭 想說 因為A開 喔 A開頭 應該確定 來 俊玲 我選我應該選C 因為覺得就 好像比較常聽到 好像比較常聽到 對 對 我更常聽到John Mary C 這個 這第三題 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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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颱風做命名 那麼在1979年之前 其實全部命名的 都是女生的名字 後來就很多人抗議了 憑什麼颱風這樣一個天災 就都是以女生來命名呢 所以在1979年之後 加入了男性的名字 那麼來到2000年 颱風改成是由亞洲的 颱風委員會來命名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的颱風 有一些名字 是不是非常的亞洲化 比如有鳳凰 或者是蓮花 玉兔 這些聽起來老萬 應該想不出來的名字 就是因為兩岸三地 都加入了颱風的名字 來 快 我的答案是 最大平均風速 請鎖定 颱風不是每個颱風 都很大的降雨量 對不對 沒錯 這要看它的外圍環流 雲系跟本身的環流雲系 看它的雲系結構 對 而且要看它 來台灣的時候 它有四個象限 要看哪個象限 雨比較強 所以通常颱風來襲的時候 不見得台灣會風強雨大 因為它可能最大的風雨 都是落在海面上 所以我們常常說 觀眾都說我們 氣氧不準 但是事實上 每一個颱風 它就跟人一樣 每個颱風長得都不一樣 個性也不一樣 所以呢 其實雖然路徑都雷同 但是對台灣的影響都不同 怎麼了 妳換個白色衣服去站那裡 熊莉姐真的是前輩 氣象女神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玩渡水利厲害 玩渡水利厲害 請揭曉 常在現象新聞當中 我們會聽到共犯效應 請問是指颱風環流 與什麼結合 導致了風屁的降雨量 A 季風 B 另一個颱風 答案A 季風 鎖定 共犯效應 那如果跟另外一個颱風 叫什麼效應 藤原效應 多好的一個孩子 妳也是能夠回答專業問題 妳是氣象組合 對啊 為什麼都是送分禮 對啊 別遲了要是在答錯 真的就是要躲到地洞去 好啦 各位 共犯就是呢 外圍環流加上季風的影響 東北季風 所以颱風不用來 秋天的颱風不用來 現在不是又快行程了嗎 已經行程過了啦 不過下個禮拜可能還會贏 對啊 我聽說 請揭曉 好 有 三分鐘到時候 每年下球之際 都會有許多的颱風 請問颱風是由誰命名的 A 生成最近的國家 B 依排定順序輪名字 C 世界氣象組織決定 我的答案是 B 依排定順序輪名字 來 請坐立 昨天還今天 看到了一個氣象的 一個訊息 有個颱風叫零零 對 這叫什麼名字啊 這個 這有些是音譽啊 有些是 對 除非你輪到說 像中國取名字 那可能那個名字 我們會比較理解 沒有疑問 請介紹 香港八號風球 相當於台灣颱風的哪種強度 A 輕度颱風 B 中度颱風 C 強烈颱風 這只有住香港人才知道 其實它有到十號 所以它是 所以它是 但是八已經是可以停課停班 請什麼全部可以回家休息了 所以中度還強烈 是 強烈颱風 請坐立 它有到十號 有到十號 黑色警報 十號風球 大哥 我 黑色警告 我聽到了 我聽到了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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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我 十二十 成熟一點 來這個節目 不是要潑潑一點嗎 不是嗎 真的活潑 不要故作活潑 假裝一下 對不對 都過五十了 開玩笑對不對 看前面 對不起 強烈颱風 打到對面 請介紹 好 我要告訴大家 八號風球呢 其實相當於台灣的 八級到十一級的 陣風的這樣的一個強度 八號風球呢 在香港就是已經可以 停班停課的等級 但是在台灣呢 必須要到十級 才是停班停課 所以它其實是 輕度颱風的等級 那麼九號風球呢 相當於是台灣的 十二到十五級風 就是中度颱風 那麼十號風球呢 就是台灣十六級 陣風以上了 就是非常強度的颱風了 OK 金水環境是蚊子繁殖的地方 但只要在水中投入什麼 就能夠將蚊子幼蟲殺死 A 回蚊針 B 肥皺 C 一元硬幣 B 肥皺 請鎖定 回蚊跟 回蚊針跟一元硬幣 是什麼靈感 我們怎麼有中學 送分啦 回蚊針跟一元硬幣 是鎖定嗎 其實它真的完全沒有聽過 我只聽過肥皂 這送分 但會不會有可能是 一元硬幣啊 它不是銅的嗎 還什麼的嗎 妳先說明妳的選擇 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真的沒有聽過其他的 妳是刪掉以後 就選了一個 妳也不知道的肥皂 對 沒有 我有聽過肥皂 認為它對的舉手 應該是對的 應該是對 因為其他兩個應該是 蛤蜊吐殺用的 蛤蜊吐殺 蛤蜊 蛤蜊吐殺 對 對 你在做菜耶 一眼硬幣蛤蜊吐殺 對 一眼硬幣蛤蜊吐殺 真是 生活智慧王啊 對啊 你在做菜 浪費其他東西 那回蚊針呢 所以 回蚊針啊 回蚊針啊 回蚊針是色戒 色戒 那個難度很高 你是不是離題啦 好 請揭曉 全部淘汰 全部啊 怎麼可能 好 這個答案其實是 一元硬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通常我們去這個 許願池的旁邊 因為應該會感覺到 這個地方呢 其實比較不容易 會有蚊子出現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在硬幣當中有銅 那這個銅的成分呢 一旦它這個銅離子 進到水裡頭 它其實呢 就會讓這個結局 它是沒有辦法吸取到 營養的成分在 因此呢 這一些蚊子的幼蟲結局 它就會自然的死亡 可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其實在台灣的 這些銅板裡頭呢 只有一元 跟五十元的銅板 是比較有效的 因為裡頭的 這個銅的含量 比較高 大概高達九成之多 那當中呢 還要提醒大家 是不能用太舊的硬幣 最好是用新的硬幣 才會真正的有效 因為太舊的話 它已經是變氧化銅了 所以效果不張 除了硬幣之外呢 你也可以在上面 弄一些沙拉油 因為油的密度 是比水更清碎 它會浮在這個表面 因此呢 也會讓解決 這吸收不到氧氣 也會因此做 根據報導 請問台灣哪座火山 可能人是火火山 A 北部觀音山 B 北部大豚火山群 C 外海棉花羽 我選大豚山 誰說你 這不是早就知道了嗎 煙那個在那兒冒 當然是火的 就是現在它還在活動 而且前陣子其實有報導 我們常去小油坑或者是 它那火山氣體還是很旺盛 北部大豚火山群 請揭曉 馬上普通說明一下 台灣的火火山耶 好 基本上如果要認定 是火火山的話 它必須要在一萬年以內 都曾經噴發過 那大豚火山群呢 基本上它大概在五六千年前 才剛噴發過 所以是符合火火山的認定標準的 而台灣其實不只大豚火山群 還有包括龜山島 它也是火火山 如果這兩座火火山噴發的話 首當其衝的當然是 宜蘭平原還有北投 以及天母地區 那大家就會很害怕啦 畢竟這個維蘇威火山爆發的時候 造成龐貝城裡頭的人 完全來不及逃生 如果真的大豚火山群噴發的話 台北人會不會有安全的疑慮呢 事實上現在的科技是可以幫助我們 大概在一兩個禮拜之前 就可以預測到它是不是要噴發了 所以是有足夠的時間 來做緊急疏散避難 三仙台 所以我覺得 應該說二十四點一六的話 應該是經過北迴歸線附近 對不對 所以 好 我的答案是 北迴以北 花蓮太魯閣 聽說你 花蓮太魯閣對過去 靠近嘉義是不是 相對 因為你想一定不會是 台東三仙台 它比較難的嘛 對不對 難 然後呢 彰化中張頭 南頭 然後嘉義嘛 雲嘉南嘛 所以這裡很遠 中張頭 雲嘉南 高高頻嘛 花蓮 台東 基隆 北北姬嘛 好厲害 你以前有在寫過孫蓮是不是 不是 你知道怎麼有開廟嗎 開廟啦 對啦 他答對了沒有 是 介紹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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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厲害 請問你們該以為誰知道這個答案 不知道 你知道 唉唷 你對北迴歸線 你對南北迴歸線 你對南北迴歸線的東西 你已經很清楚啊 沒有 沒有 我剛剛判斷也是以北迴歸線的那個 緯度 大家都好棒 來 請補充說明 桑花姐 好 因為今天的題目呢 都需要分析一下 所以我們還出動了小板翻 要告訴大家啊 台灣到底在地圖上面的哪一個位置 我們要告訴大家呢 其實台灣啊 在地圖上的東京的位置呢 是在120到122之間 那麼在北迴 22到25之間 那麼我們都知道用北迴歸線 來做一個定位 北迴歸線在23.5度線 那這個北迴歸線 它通過了我們台灣的嘉義 還有花蓮 而剛剛在題目的本身呢 我們講了它的這個 這個刻度是在24.16 跟121.62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它應該是在台灣的東半部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先 把彰化給剔除了 那麼如果以緯度來看的話呢 基本上它應該要在 北迴歸線之上 那北迴歸線它通過了花蓮 所以當然呢 它就應該要在 不可能在更下面的台東了嘛 所以我們才會選花蓮 這個形式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 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努力 快點來訂閱